这是只身长18厘米 顶着张人脸 一头金发 却拥有翅膀的怪物 大叔将它捧在手心跑回了家 还冲着天空喊道 这谁家的孩子啊 我要带它回家了呀 见没人鸟它 大叔将其带到了妻子面前 妻子傻眼了 这你压的是人还是鸟啊 大叔判断 虽然和人长得差不多 但却有双翅膀 所以 这应该是个鸟人 随即 它们倒空篮子 上里头摆上抹布 就把鸟人放了进去 看着这鸟人如此娇小可爱 云中军 由于两人年过半百 到现在还没有子女 为此妻子格外呵护云中军 她先是沾了点水在手指上 便给对方喂水喝 但这样太麻烦 她又拿来小奶瓶 一点一点的喂奶吃 之后还买了个洋娃娃 取下上面的衣服 剪成云中军合身的大小 一件新衣便穿在了身上 接着抱进婴儿车 准备出门溜达溜达 但妻子害怕 云中军的翅膀被邻居发现 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于是又加工了下棉袜子 制成一件斗篷 盖在了云中军身上 随即一家三口来到野外 好久没呼吸过 新鲜空气的云中军 也开心地嗷嗷啼叫 结果去到镇上 妇女们纷纷露着大黄牙 不停喷着云中军口水 夫妇俩很自豪 瞧瞧 咱当领养的孩子 卡哇伊吧 可以看云中军毛毯要被扯开 慌张的妻子立马将车推走了 而在夫妇俩的精心呵护下 云中军也渐渐长大 那小小的篮子都快容不下他了 谁知这天 妻子一个转身的功夫 云中军居然就跳在地上 学着小鸟那样 不停扑打着自己的翅膀 看来他也要到学会飞翔的时候了 夫妇俩也放下工作 每天就坐在鸡卷里 看着云中军搁那扑腾 扑累了 还蹲在栏杆上 十足一幅鸡王模样 晚上 云中军坐在小床上 望着窗外飞过的大雁裙 内心拿想往自由的萌芽 也正慢慢冒出 但看着旁边的夫妇 她还是扑腾上床 躺在了两人中央 可随着时间流逝 云中军长大了不少 就连翅膀也硬起来了 这小女孩居然长了双翅膀 还顶着张小鸟嘴 一天到晚 就只会嗶嗶咪咪的叫 夫妇俩以为 她肯定在叫爸爸妈妈 于是老妈开始加强培训 一天24小时的 就把云中军放在一边 一边做着家务 一边教着对方说话 可教了一整年 云中军还是一个字都不会说 整体就嗶嗶嗶的喊 这让老妈怀疑 难不成这不是人 还真是只鸟吗 因为一年过后 长大的云中军 开始喜欢爬上高处 甚至看到地上有只蜘蛛 她还扑上去大块朵椅 于是夫妇俩开始研究驯鸟图鉴 便准备了一顿丰盛的蚯蚓大餐 可把云中军乐坏了 但老妈想她讲究礼 便试图让她用脚夹着叉子吃饭 不过这对于一个小孩来说 属实是有点困难 折腾了几次 云中军就不耐烦地飞到窗台 死死盯着外面的世界 老妈看懂她的想法 便带着云中军 来到了城镇餐馆吃饭 哪知这时 一个猎人带着刚不到的伙计来了 老妈怕云中军看到 便把她抱进了厕所 结果一会儿再打开门时 乖倒 马桶上就剩了双鞋 云中军飞出窗外去落 她扑腾着翅膀 使出吃奶的劲 飞到了大雁群中 可毕竟这是她第一次飞得这么高 操作还不太熟练 东倒西歪的 没一会儿就失去平衡 搜得摔进了房子 好在落到床上 这才保下一命 没想这床太舒服 云中军还睡着了 结果她说着梦话 把房间主人小美给引了过来 可对方不仅不害怕 还温柔地和她握了握手打招呼 虽然听不懂云中军说什么 但平日就和孤独相伴的小美 还是想和她做朋友 见她有双翅膀 小美便带着云中军 一路来到了树林 只见云中军翅膀一扑腾 直直飞到了树顶上 就这么睡起觉来了 而小美不会飞 只好待在树底下 等着对方下来 与此同时 夫妇俩为了寻找云中军 他们一路往南方跑 又是坐火车又是坐飞机的 就因为临近冬季 鸟群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活 要是夫妇俩 在鸟群跨过大海后 还没找到云中军 那可就一辈子都见不到了 哪知他们误打误撞 在大树底下休息时 居然就这么碰巧的 遇到了小美 这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 云中军居然就在自己头上 可谓是已晚 仅仅过了一夜 他就又飞远了 夫妇俩不能懈怠 在小美的陪同下 三人立马结伴同行 仔细看 这女孩竟长着双翅膀 扑哧扑哧的 就在天空自由凹翔 虽然顶着张人脸 但尖尖的鼻子 凸起的嘴巴 还是犹如小鸟一般 哪知身后的燕裙 见他星鸟出炸道 就开始抱作一团 不停袭击着云中军 就这么把他打到了屋顶上 路人看到这一幕 立马叫来了消防队 见是个小孩在屋顶 消防员迅速行动 可他好不容易爬上屋顶 却发现 云中军居然飞远了 哪知这消防员有恐高症 他紧紧抓住防炎 不停喊着救命 因此 他就这么给炒了鱿鱼 等夫妇俩带着小美找上门后 消防员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也跟着加入队伍 四人一起 往南方进军 可到了一片树林后 他们忽然听到枪响 是猎人在那打鸟 哪知云中军披着的蓝外套 忽然从天而降 落到了井里 四人健壮 立马赶去想要救娃 可最具救人经验的消防员 一看这水井深五十米高 就恐高症发作 只好派小美下去救人 可搜寻半天 都只捡到云中军的外套 鸟影都没见着 但也说明了 云中军或许还活着 果然 就在树林不远处 消防员在树上 发现了对方 只见云中军翅膀 被藤蔓缠住 他鼓起勇气 小心谨慎地踩上树干 终于 他抓到了云中军 把藤蔓都扯掉后 消防员让其飞一飞看看 结果这下好了 刚逮住的娃 又放飞了 夫妇俩知道后 人都拟压无语了 求人不如求己 他们选择独自出发 往大海那边急迟 老妈拿着望远镜 不停搜寻 终于发现了云中军的身影 可面前就是大海 要是他飞过去了 夫妇俩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但即便这样 他们更多的担心 还是害怕云中军坚持不住 掉进海里 可无奈没有船只 两人只能站在海滩边上 一边注视着云中军 一边祈祷他能平安无事 和担心的一样 云中军因为体力不支 扑通的就坠入大海 好在他趴在木板上 随着海浪的护送 就这么被夫妇救下 苦苦追寻大半个月 他终于回到了家人身边 可体会过自由的滋味后 云中军还是想着飞出家门 每天就对着窗边 不停扑腾 夫妇俩明白 无论他们怎么努力 云中军该飞走时 他们都还是留不住 最后一番心理斗争下 夫妇俩抱着云中军来到野外 他们做完最后的告别 便放手让他往自由翱翔 或许 这就是父母与孩子的真实写照 从云中军被父母的百般呵护 到最后给放飞追寻自由 这又何等不是我们的人生呢 父母的一路保护 害怕我们受到伤害 直到放我们飞远 内心即便多么不舍 都会为了孩子 去选择尽力而为 这样的爱 何等不为伟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小鸟孩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